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示范利用软硬开工具开启 双排带锁,带曲线的锁,是属于超B级锁性来的 技术开启的话,难度非常的高 必须要借助特质工具OK,才能OK的 大家可以看见没有,来放焦距 它上面也有一排尺的 下面,下面是两排尺 下面是两排尺,上面还有一排尺 像是起到边柱的效果,还是弹性非常足的 所以它同时在这么短的区域内有三排 如果说用普通单购据点的话,活动空间不够非常难点 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用了其他的工具去开启这样的锁 这时候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那个锡纸软,锡纸软硬开工具 就是说这是用六脚铁打造成的嘛,六脚铁打造成,然后 线切割,然后手工开槽,针对钥匙来开槽 它的整理形状就跟这个就类似有点相似,结构要稳定,能稳稳多少的伸进去 这个点就比锡纸工具好,因为锡纸工具在开启这种 就是普通的那种造模打造的工具的话,开这种工具的话是基本上是开不了的 必须要用这种加了硬度的 所以说这种硬度的造价也稍微高一点 这次我的填料,我是用生胶带来做填料的,大家看一下 那个水电工用的生胶带 来,这是我的填料,我准备给它来个五成的 先对折吧,再这样子吧,这样子是四成对不对 那这个来四成算了 来,明好,明好,明好 它这个,因为它的曲线就在弹珠的正上方 所以说它的事实上弹珠是比较浅的 来,让我来把它放进去 这个生胶带的头不要放得太多,因为它上面还有一层 来,把它抿下去 要让它全部抿下去 OK,OK,OK,OK 来,我开始伸进去了,看一下,看一下 好不好伸 头门抿好,拨紧一点 好,带着生胶带 用来一开,点它进去 点它进去,应该是到底 很顺,上得很顺,不知道会不会太松 来,我来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开启 来,上下 上下 先一定要上下摇的 任何这种器械类的工具一定要上下摇 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利用了弹珠原理的话 用假钥匙原理的话一定要上下 上下才是关键,左右呢是补助 上下是关键 再打住光线 用这样的来摇 先上下多摇几次 然后再开始左右 左右的话用轻快的抖的动作手法 这个的话我准备用轻快的抖动手法 这个晃呢就会比较快 诶 这样子 来 诶 听到有声音了 它是上面 它是上面有一个那一个 编住点到位的声音 但是我们不急得用力气 我们这个的话 我准备用轻快的手法 就搞定 我不准备用蛮力 事实上的话我们是可以用蛮力的 我这个六脚铁打扮的工具 是可以用蛮力的 上下 这里 有声音 好第一次我认为是有点小失败 因为没有留这么久 看这个词 没有什么印记 看来是我那一个四成计划失败了 最早是说五成的嘛 然后我说哎呀省麻烦了 搞个四成算了 结果不行要再搞一次五成的 来拿出我们的生胶带 再来一次的试验 来五成的试验 一这就是两成 二这四成 哎这就是五成 五成了啊 这个平常大家我们自己开的时候 我们自己试验这个东西的厚度 要用多厚的厚度比较合适 你可以先少一点来慢慢加 或者是可以先多一点来一次加也行 都是你自己的喜欢 但是要有一个调控 我们正常锁将开上高难度锁的时候 不要想着一天到晚说一次性成功 其实我也可以把那种一次性成功的那种视频上场给大家看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假的 我们一定要看到真实的一个情况 不然人家会说哎呀看视频做的那么快 我们自己开搞的那么慢 会打击人家信心的 我觉得你看嘛像教授的话他都会失败 这样才是更真实的 因为我也是同从上真实 真实展现一个开锁的过程的 没有哪一位师傅是说每一次都可以 是实大实的一次性过的可能我们是需要调试的对不对 而且特别是这种锁了 这样锁了 加工复杂嘛 成本也高啊 那我们花的时间多一点也很正常啊 再来一次了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第二次会不会成功啊 来 上下摇 好 刚才是四层料 这是五层料 我们正常情况下要 看情况去调整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去气垒 没有什么那一个的 而我刚听见两声了 比刚才情况好像感觉好一点 应该是这么回事 你今天这摄影机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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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当它这个晃动的过程,事实上的话,我跟你说吧,摇了这么久的话,下面的那一层已经到位了的了,我们现在是在摇什么呢,摇上面那几个,那个在曲线,那个曲线,曲线这个就是因为是有点后运气成分的,所以说要的要比较久一点,但是怎么说,不管久不久,总是比我们技术打开一个单弓慢慢点的,成功率要高太多,速度要快太多了。 好吧,只要再它能够伤得更厉害,也是是不是的,超级的,它也能够伤得更厉害,因为我不要再建议刷备用的,我要跟与这 550Pro的梯,现在也不是,好夸端那么多,没有,没有,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没有,不过来,不会不行。 有什么问题就好再来看一下 看印记 很奇怪哦没有印痕内 那是我来个 五层也不够后来六层吗 看齿罗我看一下这个 整个原装钥匙的齿罗 我说有一个深一点的那个齿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换六层来试一下 对不对 同样的工具还是无变 但是我是换六层的这一次 每一次呢我就是细心的条 来刚才是试卷 先是六 六层 上六层的那个 神交代 六层的神交代应该是这样搞 先来一个对折两层 在 中间折一下 OK 然后再这样折一下 这应该一个六层了吧 来来来来那个六层的来试一下 刚刚六层的能不能成功 我的工具头呢 我的工具头呢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6层的 我来试一下 铺好 6层的 扎实 OK OK 来 伸进去还是这把锁 流程有点紧 头没拔好 转一下 在开高难度锁的时候 大家呢 要保持一个耐心 在这里 啊 不能因为一下两下失败而去气雷 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啊 我之所以展示这些失败的过程给大家看 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我这一个教授级别的都会失败 何况你们这些学 学员呢 是不是 这很正常的 所以说大家主要是 心态要做好 知道吧 来 来来来 平 这次应该是有点紧 看这个紧一点的六层能不能一次成功 反正我就四五六 基本上是四五六就OK了 嗯 这个上的这么紧的一个感觉 试一下咯 大家说第六次 这个六层的成不成功啊 六层的甜通要成不成功 上下上下 哎 好像没什么问题哦 要开了咯 真的要开了咯 试试告诉我 他要的是六层 他要的不是四层也不是